阿露哈 都起咪喵咪打戰爭時間了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 要來玩一下我們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 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傳奇關卡 那今天下午3點的話 也有拍一下日版的貓戰 如果大家對於日版貓戰現在在幹什麼東西的話 有興趣也可以來去看一下我們這個 下午3點的影片 沒有問題 好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那個 打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答應大家的一個小秘密 那這個秘密是什麼呢 有的看影片的都知道了 好 那來看一下這次LP11又遇到的是這些 我覺得目前來說應該用這套隊伍還是ok的 直接走起 那如果輸掉的話就是 哲平自討苦吃 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哈哈哈 欸 誰到底要活該亂玩 那就活該 好 哲平有帶這個梅肚沙頭投人 應該是ok的 應該沒問題啦 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應該也是可以打10關 我覺得差不多到那個20到30之間可能就會開始卡了喔 好 那我們這邊要拜託我們這個 哲平抄襲無敵喜歡的這個功夫阿伯 這次真的很帥啊 但是他真的也是比較偏倉管類型的角色 所以就比較可惜 但是在這種初階關卡的時候的話 他應該還是可以打出一個很不錯的政權 好不好 超帥老條 沒有問題 LB11 輕鬆通過 ok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LB12 看一下喔 LB12有鋼鐵盒馬 那當然盡可能就要帶一下能夠破盾 不是 能夠那個 會心一級的角色 用這套隊伍吧 來看一下 反正只要有誰到一隻都應該ok 如果全部被爛掉那也沒辦法 我就當作是那個 當作是官方要害我 好險這邊有這個 龍捲風冒冒一隻就夠了 喔 龍捲風冒冒冒轉轉轉 沒問題 這應該轉爛了吼 4吧鋼鐵盒馬 這關只要出龍捲冒冒冒應該就ok了 這隻真的滿厲害的喔 但是這隻要拿到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先拿到那個暖桌貓 先拿到那個真子貓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讓它去打 那個緊急的暴風情報之類的 結果這關的鋼鐵盒馬好像沒有說很多欸 完了完了 是不是不能只用龍捲風包包打 我以為可以 看起來是不行了 我們必須要派出其他隻了 這個哲平沒有在跟你演的喔 沒有在跟你隨便亂玩的 這個可是攸關我的錢包阿各位 這很危險阿 這很危險阿 LB12完全沒有問題 請大家 來看一下哲平認真起來會怎麽樣 這必須得認真了 LB13這關感覺就是一大堆一般性敵 我們來派一下我最喜歡的一般性敵人隊伍好了 咦咒斯不在阿 那用這套好了 隨便打 我覺得到20關以前阿 都是可以比較輕輕鬆鬆打過去的概念 就不用那麽害怕 可以輕輕鬆鬆給他打過去了 反正我們隊伍也會被換掉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那邊交集也是沒有用的 完全沒問題的 走起走起 然後再來是我們那個 待會可以出我們的那個 冒險家 不用出了 直接打掉 4462 其實這個模式還蠻好的阿 裡面還會送蠻多道具的喔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哇又是一般性敵人了 直接走起 還是我們要賭大一點點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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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想說 那不然前面的部分我們就直接給他隨機爆炸 然後後面就看情況這樣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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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好了 輸一關就是送三死嘛對不對 這個不能開玩笑 鐵錠不能開玩笑的 我私也要用一個最好的搭配阿 好沒問題 這邊的話 增田信孫OK 然後之後我們可以再把難度上升啦 比如說就是 你有出過的那種超級貓貓金 大概就是只能出那一整天 然後隔天的話就不能出那幾隻的這種概念 那我就只能把藍眼鏡系列 留到比較後面的關卡囉 LV15看起來也是OK的 只要不要有那種超級無敵奇形怪狀的那都OK吧 這關居然只有換那個欸 只要給我一隻強貓欸 我的天阿 他只有給我一隻強貓 然後其他全換了 但是換了兩隻超強的給我欸 這一次 這一次這個隨機還滿有心的嘛 他居然換了這兩隻給我欸 想都沒想到欸 我剛剛根本就沒有想要去把這兩隻帶上來 我還覺得我這樣有點太強了 這樣大家基本上拿不到那個罐頭了 有官方都不想讓你們拿罐頭阿 官方直接說 哲平我幫你 以前都給你隨機爛東西 這一次這兩隻藍眼睛夠意思了吧 真的欸 這是完全沒有隧道這麽好的東西過欸 重點是我根本沒擺阿 我擺的好像是那個 踏踏貓那些對不對 然後直接全部換了這個 全部換了這個藍眼睛給我 太舒服了 好LV15 看來今天這個運勢也是頂不錯的 果然年末運勢是頭獎等級的阿 頭獎大級 LV16 看我剛剛隊伍的話是長這個樣子 根本一隻我們那個 藍眼睛的那個 就是黑色藍眼睛都沒有 然後剛好那關的話 基本上都是一般無屬性敵人喔 這名就有帶上這個踏踏貓囉 其實用飛腳貓應該就可以跑遍 滿多關卡的囉 飛腳貓開跑 好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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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加速了關掉了 等一下 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 怪怪的 你們先等我 怪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怪怪的 等一下 不要 完了完了完了 這坦克很少喔 喔呦 嚇死我了 喔喔喔喔喔喔 哇 幫自己射的這個限制真的是 驚出一身汗了我的天 哇好恐怖 果然人生就是要多一點挑戰有沒有 哇差點敗掉欸 好可怕喔 好險好險 是ok的 撞起來撞起來 3150 可以可以 然後這個南瓜 哇哇哇 等一下 不是欸 這關真的怪怪的 這關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不要吧 等一下 不行不行 哇靠 不是 不是吧 哈哈哈 喔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恭喜你們 恭喜你們 Happy Bus Day 好不好 太誇張了吧 那關看起來就不該輸了 怎麼會輸 哇 那個 那個貴賓犬群 不是 重點是我沒有坦克啊 官方根本就沒有想要幫我的意思 哇操 哇 我的天 這關給個那個盾牌應該就贏了吧 完全剛剛沒什麼盾欸 好扯喔 等一下 是不是又要再輸一次了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這樣還輸嗎 哇靠 不是吧 哇 喂 別鬧欸 這關有這麼強 這個貴賓犬群 真的假的啦 不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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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隊伍也是你給我的喔 不能這樣子的吧 說個 說個笑話 20層以前 都沒事 不是吧 說兩次勒 60罐罐了欸 哈囉 我這次要認真了 不開加速了 再輸太奇怪了 這才LV16欸 你們以為 你們這邊要做效果嗎 NO 沒有 沒有那個打算 完了 前面就長這樣 後面還得了 我原本想說前面大概到30層都可以不用花 哇 60塊沒了 各位 先賠了60塊出去了 這次有黑無垢應該就還好了喔 應該 我只是說應該 這感覺就不會很難的關卡 怎麼會打成這樣啊 剛剛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前面開加速開太多的關係嗎 好啦 這個緩速再加上這個 降攻應該是鐵定穩的吧 這敗布穩很奇怪欸 有了吧 有了吧 天哪 好恐怖喔 大家今天也是指揮票價欸 太扯了吧 哇 夭壽 什麼鬼玩意 什麼鬼東西 喔我的天 哎呀 完蛋囉